巴拉玛文件已引发冰岛、阿根廷等多个国家的震荡效应,目前遭中共当局全力封杀。 分析人士认为,这次是无前例的全球新闻机构合作事件,开启了媒体大揭秘时代。 而封闭的政治体制与媒体环境,使得中国这样的国家,更容易成为揭秘对象,中共专制政权正面临致命一击。 4月15日,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,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,在美国直营焦点对话节目中表示,巴拉玛文件的泄密过程,最大的特点是定点连续泄密,前后长达一年,从同一信息来源提供了巨量数据。 巴拉玛文件的全球效应大于中国效应,但它的影响力与美国国防部越战文件泄露,以及水门事件不同。 巴拉玛文件不涉及一个国家的重要军事或政治事件,只对涉及到的个人有影响,所以不会对民主国家的政府形象产生重大冲击。 巴拉玛文件唯一冲击的是中共政权形象。 中共高官的行为证明,他们加入中共,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,造福全家,巴拉玛文件动摇着中共政权的合法性,当局难以自变。 中共党史学者,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,在节目中表示,巴拉玛文件的意义在于,第五种权力的崛起,与国际媒体联手,进入全球揭秘时代。 这是全球化网络2.0时代的产物,正应了中国的两句老话,没有不透风的墙,若要人不知,除非几磨为。 信息流动,共享和透明式人类,进入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。 这对政府权力构成挑战,尤其对信息封锁的专制国家,影响更大。 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,当专制国家的媒体,被当权者所操控,无法监督政府,外国媒体却能发挥他们的补充功能,尽管隔着距离,但借助于网络,可以参与揭秘与曝光的国际运作,起到远距离的监督作用。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,极权政府总是托住自己国家的后腿,自外于文明世界,继续闭关锁国,自成一体,这种自外于地球的企图,变得越来越不可能。 对这些政权而言,唯一的出路,就是改革,新鲜革面,顺应世界潮流,否则,迟早被文明大潮所淹没,被觉醒的人民所推翻。 陈破空说,在严密封锁信息的专制国家,独裁者凭借垄断权力,剥夺人民的知情权而大肆贪腐。 但随着网络普及,大街米时代来临,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。 在一个网络时代,任何秘密都可能暴露于阳光之下。 而谷歌发射卫星,打造全球网络覆盖,以及美国把防火长城当成贸易壁雷等发展趋势,都随时可能带给专制政权致命一击。 4月3日与6日,巴拿马秘密文件曝光各国权贵制隐秘资产,其中涉及中共现任和一部高层领导人亲属。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道显示,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离、刘云山,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,前政协主席贾庆林等的家人, 都有经巴拿马莫萨克逢、塞卡律师行开设狄岸公司,多家公司均在香港运营。 据称,中共政治局常委专门就巴拿马文件事件接连开会,通过紧急预案,最新被报家属开离案公司的刘云山、张高离在常委会上表示检讨。 外界关注,张高离,刘云山,曾庆红,贾庆林都是江派背景的现任,或前任政治局常委,都是习当局反复打虎的目标。 4月8日,负责该项目中国部分的记者联盟,成员欧蕾山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,就外界的一些质疑,和他所写的巴拿马文件,有关中国部分的长篇报道进行回应。 欧蕾山表示,中共封锁了一切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消息。这显示,中共害怕这一消息被公众知道。 他希望这个数据库能够对王岐山,和其他反弹官员带来巨大帮助。 他说,我们给他们提供了线索。但这并不意味,如果你的名字在文件中提到了,你就是腐败分子。 但他确实意味你开设一家离岸公司,是有原因的,而这正是中共反腐部门,应该去调查的。